處理生命不是一下子,我自己有十多年處理,但我發覺每日會有些情緒出現,是要不斷地處理的 有些事情又會走出來,尤其被人說一句,有些事情做得不好,我們會立即有負面的意念和感覺出來 在那時又立即處理,有時越進心就越發覺,裡面依然有一些缺乏安全感,對自己的批判,難以接納 這種感覺,當人越進心就越高度處理 所以我們知道我們是一生之狗,但當然我們一生人不斷地處理的時候 我們不是要處理到多少%才開始適服,基本上大致這個人不是活在一種憤怒 不是活在一種自私、猛疹、牢吵的狀態的時候,他也可以去適服 如果一個人真的,他的生命很容易發脾氣,猛疹、牢吵,說話又好挖 我覺得他不要做好一點,他多些為人祈禱OK,代討那些沒問題 或者做事工OK,寫東西、整理的東西OK,但一處理人面對人就會有問題 但如果大致上都OK,但都未完美,也一樣可以復活著 不是要等到完美的 我自己都覺得為人按手祈禱都不一定要他完美的 如果要完美的時候,耶穌也不會說信人也有神跡除了我們 包括手按病人,病人就可以好用 神的心是想過分在這種聖靈的運作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過程,我們就接受也是一個過程 我需要繼續去處理,但也都輕鬆地處理,也不要覺得很大件事 我們走到會了 要支撐一下就沒有了 我們那一刻 我們真的要想說怎麼回事 我們請問吧 我們請問你 我們請問你 我們請問我們 我們請問你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